那么第四个命令呢 叫MKDIR 那么先来说一下 它是什么意思啊 指令MKDIR 那它的全称呢 叫MKEDIR ECTY Directory叫目录 Mac表示创建制造 是吧 然后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它的中文含义叫做 创建目录 这是它的一个指令 那么语法格式 既然说要创建目录 那么首先你得告诉他 你要创建一个目录 创建在什么地方 所以后面呢 路径 路径啊 路径 为什么要路径 这地方可能同学不大理解 那我这地方不应该 写个目录名吗 为什么要写路径呢 意思就是 如果说我在这个地方啊 直接写 直接写一个像刚才同学说的 我直接写一个名字 比如说MKDIR 比如说 新建文件夹 那这样的话 这个文件夹创建之后就在当前目录 那如果说我在前面加上一个 比如说波浪线杠 这个表什么意思呢 在当前用户的加目下 创建一个新建文件夹 那其实这种写法的话 就相当于是隔山打牛嘛 我在这一座山里面 我去打另外一个牛 就是不在同一个地方创建 因此呢 这一块呢 我们不能说把它说死了 说是文件夹名 还是路径 那因此呢 我们这地方呢 就直接说是路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不是路径呢 这也是嘛 不就相当于他嘛 当前路径下的嘛 所以呢 说路径比较合适一点 不要直接说文件夹名 不要直接说文件夹名 他可以是路径啊 一个道理啊 那如果怕忘了呢 这地方我给大家做个备注啊 这个路径呢 可以是文件夹的一个名称啊 也可以是包含名称的啊 一个完整的路径啊 一个完整的路径 那至于这个路径 它既可以是绝对 也可以是相对 我们这所有的路径都是差不多的啊 所以既可以是绝对 也可以是相对啊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它的语法格式啊 这样 那么现在的话 来创建一个目录 试一下啊 那么这个目录创建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通过两种方式 一个呢 直接写一个名字 另外一个呢 来写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路径吧 这样 按理 按理第一个呢 我们首先呢 在我们的当前路径下 那么当前路径下啊 来去创建出 创建出一个目录 那么这个目录呢 我们称之为叫啊 运为 很 牛 X 很牛X啊 行 那么 文艺墙名字呢 就出来了啊 那接下来的话 我需要呢 在这个里面呢 来进行操作 那么当前路径 既然说到当前路径 所以这块的话 我不需要去指定 其他的一些东西了 我就直接运为 很牛X 然后按一下回车 走 那么这个指令 在执行之后呢 不会有任何提示的啊 不会有任何提示 一般情况下 不会有任何提示 什么时候有提示呢 除非你在这个目录下创建 但是你又没有 这个目录的权限 他就会给你提示的 但反正有提示 那有提示 说明失败了 没有提示 说明就成功了啊 那么验证一下 怎么验证 LS是吧 至于LS是-L 还是-L A还是-L A H 是不是都行啊 我们只要看他有没有就行了 是吧 至于你用什么形成显示展 是那个无所谓吧 所以直接LS就可以了 有没有 不就是他吗 就是他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创建好这个文件夹 如果已经有了 这个问题问得好 再试一次不就行了吗 来试一下 其实这个和我们Windows是不是一样的呀 你Windows要存在一个新建文件夹 你再新建文件夹 它还叫新建文件夹吗 它不叫了 并且你也改不了 把它名字改成新建文件夹了 所以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啊 这个呢 是我们这一边的啊 这个情况 已经是创建成功了啊 新建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注意一个东西 注意一个东西 要注意什么 注意一下我们这个里面 它显示的这个颜色的问题啊 要注意这里面显示的颜色的问题 我们这里面呢 它显出来的东西啊 有好几个颜色 这个什么颜色呢 蓝色 这个什么颜色呢 那这个又是什么颜色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颜色呢 这个地方需要注意啊 关于我们 LS 列出 列出的这个结果 颜色啊 它这个说明 那这个说明呢 要说的就是 其中 蓝色的名称 表示文件夹 蓝色的表示文件夹 黑色的 表示文件 那绿色的又是表示什么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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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的不是表示临时文件 如果你非说临时文件 那只是臭巧 你在这看到了temp 你要是看不到temp 但它又是绿色的 你就解释不了了 绿色的表示 表示其 啊 其权限 啊 为 不是制度 拥有 所有权限 拥有所有权限 就是可读可写可执行 它都有了 啊 所以它是绿色的啊 像那么这里面的话 我们要主动记的呢 就是一个蓝色和一个绿色的含义啊 蓝色表示文件夹 蓝色表示文件夹 绿色表示它拥有全部权限 啊 表示用个全部权限 呃色盲的话都不至于啊 色盲的时候一般都是红绿色盲 你这个只有绿色的又没有红的啊 如果色盲的话 你就把这个绿色当成红色就行了啊 行 那么Mac第二样啊 它的这个作用呢 就是创建的目录 我们刚才呢 创建出一个了 是当前路径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创建第二个 第二个呢 我们要求在指定路径下啊 来创建出啊 一个文件夹 或者说目录吧 都可以啊 哎 同样还是这个目录 哎 X 行 那么回到这边来啊 如果说我想在指定目录下创建 那么OK 那现在呢 我在根目录下 那么再在根目录下创建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 创建不了了 Mac第二样 然后呢 我要找我的加目录 加目录下面 我再来一个 哎 运营 很牛 X 好 这个时候我要创建了啊 走 有提示错误吗 没有 那没有的话 我就认为它成功了 但是成不成功 咱还来验证一下 LS 直接这样不就行了吗 还要杠吗 不用杠了啊 有没有啊 有嘛啊 有啊 所以 咱学了简单的 就用简单的嘛 用简单的都方便的 干嘛还要杠路上呢 行啊 这个是 这是第二个 我可以在指定目录下 哎 进行创建一个啊 扫结了一个扫结一行 命令 命令忘结了 把命令结下来 在这 啊 这是root的加目录 啊 但是有的同学 如果说你这个时候 用我们之前创建的 额外的一个账号 你会发现创建不了 啊 那个为什么创建不了 我们后面再说啊 那是权限的问题啊 没有权限 因为这个root是超级管理员嘛 结果你一个普通用户 想进超级管理员的家 不给你进啊 行 那这是 第二个啊 这个案例 那么我们的 麦克DR呢 除了刚才讲的 这一个语法 这个语法是我们 最常见的语法 其实除了这个语法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语法 所以我们这个 把它标记成语法一 语法二 语法二 语法二呢 它的写法叫做 MKDR 杠P 后面加上我们路径 杠P加路径 那么这个命令的话 它的重点呢 就在这个杠P这个地方 杠P是干嘛的 那么先来看一下 如果我不加杠P 如果说我要执行一个 有个人说地规 这个说地规呢 不大合理啊 因为这块呢 并不是敌规 比如说 我要创建一个 嗯 root 下面的 语为很牛 X是不是有了呀 那我在下面 要创建一个A目录 A目录现在有没有 B目录有没有 C目录有没有 行 到这为止 按照常理说 它要能创建出D 是不是先得把A创建出来 再创建B 再创建C 是不是最后才创建D啊 行 直接就行 它会告诉你 没有办法创建 为什么没有办法创建呢 因为我们最终要创建D 但是现在ABC都没有呢 所以它会告诉你 没有那个文件或者目录 因此创建不了 那但是我就想很审视 一步到位 一次创建四个目录怎么办 哎 这个时候就要用到 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地方需要加上一个杠P 杠P的作用 有错吗 没错了 现在我们再去找一下 看看我们的加目录下 有没有这个运维 这个目录下 有没有这个A 有没有 那这个A下 好 那再看看 有没有B B下面它应该还有个C B下面应该还有个C C又有吧 C下面应该还有一个D 是不是可以了 所以这个杠P的含义 就是这么一个作用 它能够实现 多层 多层目录的创建 就是一次性创建 不需要你说 我先创建一个A 再创建B 再创建C 再创建D 不需要的 所以加不加杠P 它的参与越热 那以后呢 如果说你想一次创建 很多层目录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加上一个杠P参举 就很方便了 不需要我们说 执行四个MacDR 一个命令 直接到位 好 杠P 它的一个含义 含义就是 当同时 或者说一次性 我们要创建多层 不存在的 这个目录的时候 我们可以添加杠P参数 否则会报错 否则会报错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语法 也是常见的语法之一 还比较好记 就个杠P 千万不要把它和地归 弄到一起记 现在还有同学对地归 不大了解什么是地归 所以也先不要谈这个地归 不要说这个地归 它跟地归没关系 它就是一次性创建多层的 就表示一次性创建多层的 一下创建两个人家 那这个问题的话 那既然问了 那咱就再说一下吧 那第三个语法 语法三 语法三呢 叫锦号 MKDR 这是一样的 一下创建两个 那这个时候 咱就不考虑多层和单层了 杠P你可以加 也可以不加 路径一 空格 路径二 空格 路径三 后面往后写就行了 中间有个空格 不要忘了 那这样的话就表示 一次性创建多个了 一次性创建多个了 但这种用法 用的多不多呢 有是有 但是你建的会比较少 建的会比较少 那么可以试一下 创建一下 看看 这样那么当前目录下 当前目录下 有这个用意和纽YX 那么我们创建一个 A创建 这是根目录是吧 根目录不在根目录下创建了 创建多了到时候就难看了 这个呢 是我们的加目录 MKDR A B C 完了吧 有了吧 ABC嘛 三个绿子的 所以这么来呢 也可以 表示一次性创建多个目录 它的含义 含义呢 表示 一次性创建多个目录 一次性创建多个目录 这是第三个语法 好了 那么MKDR这个命令的话 我们就需要记住 这三个就够了 一个是 就是指令加上路径 这路径可以是相对 可以是绝对 第二个呢 就是MKDR加上路径 中间呢 加上一个选项 选项表示 这个P表示 一次性创建多层 不存在的这个目录的时候呢 我们填下这个杠P 如果不加 会报错的 那么第三个的话 就表示一次性呢 创建很多个目录 那至于这个多个目录呢 我在地方没有加杠P 如果你加杠P 就表示可以多层创建 如果不加杠P 那么这个路径要求呢 就必须是一层的 你不能创建多层的啊 这个杠P加不加 就看需要了啊 需要加那就加 不需要加呢 那就不用加了 好 第三个命令 杠P啊 那么这个 第三个的话 这个是我们的MKDR MKDR表示创建一个文件夹 是吧 或者说目录 那么除了创建文件夹 或者目录 还有创建什么呢 对 创建文件 因此下面一个呢 我们叫创建文件 这么个命令 这个命令叫TOUCH Touch指令啊 Touch这个词以前 见过吗 哎 对 触摸 有一个 Touch ID 知道吗 Touch ID 其实就是 这个词概念是苹果推出来的啊 就是我们那个iPhone或者说苹果设备上的那个 那个圆圈 那个按钮啊 就是号目键嘛 号目键 它能识别指纹 叫Touch ID 啊 Touch就是触摸的意思啊 但是在这里面呢 它表示创建指令跟触摸呢 没有什么关系了啊 哎 指令 TOUCH Touch Touch呢 它的作用啊 作用呢 我们一般的使用来创建文件的啊 创建文件 预法格式 预法格式 警号开始 命令开始 CTOUCH Touch 空格 文件的路径啊 路径 那么文件路径 这个路径呢 和上面那个文件夹 其实是一样的 它既可以直接写个名字 也可以写 路径啊 所以这边的话就直接写个路径就行了啊 那么这个路径呢 可以是 直接的啊 文件名 也可以是一个 路径 那至于是路径 是相对还是绝对 那么也可以啊 就看自己的需要 啊 这是Touch的一个 哎 用法 那么指令的话 这边呢 我们把语法呢 哎 着重显示一下 哎 按例 按例呢 我们使用 TOU Touch呢 好 来创建一个文件 哎 那么文件呢 起个名字吧 啊 文件的话 文件命名 命名为 哎 Ninux 点啊 我们习惯 Windows 习惯就是你有文件 就得有后缀是吧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给它来个 PXP吧 啊 Ninux 点 PXP 哎 创建这个 文件 这个目录呢 我们先在当前目录下吧 啊 来创建 啊 来 在 当前 路径下啊 创建一个 先回到这边来 啊 现在没有这个文件啊 确认一下 没有 那么没有的话 然后呢 来 TOU CH Touch Touch的话 然后加上我们当前文件 当前路径 那就是 直接写名字就行了吧 Ninux 点 PXT 走 它呢 也没有任何提示 没有任何提示 那 I LS 哎 是不是在这 哎 有了啊 那你这就开始试一次 能不能创建多个了 没有啊 没有 你可以试一下嘛 好 那么这个呢 是创建成功的一个结果 Ninux 不要被这个黑色误导了 这个黑色不是属于特殊颜色啊 他只是我选中的 你别到时候说老师黑色什么意思啊 他只有蓝色和这个 这个黑色没有背景色的啊 行 那么这个文件呢 创建的是成功的啊 Ninux s.txt 那已经是有这个文件了啊 然后这个文件的话 能不能说像目录一样创建多层呢 因为文件夹可以包含文件夹可以包含文件是吧 但是文件还能包含文件吗 这就不能了啊 所以这地方他没有这个 钢P和这个 MACDI钢P这个意思了啊 就没有了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他的语法呢啊 只是这种 然后刚才同学问了说 那能不能创建 同时创建多个文件呢 咱来试一下 咱来试一下 那么刚才我们创建了一个Ninux 行吗 那么这时候呢 再来创建一个 Ninux1.txt 以及Ninux2.txt 看这个结果呢 执行怎么样的 他没有报错 可不可以啊 是不是也可以啊 所以他和MACDI相比 就缺了一个创建多层的那么一个操作 其他的呢 还是有点像的 其他有点像的啊 那么这两个 已经是创建成功啊 这个呢 是我们的指令 TouchNinux1.5 Ninux2 没有这个目录 我现在又没有指定目录啊 不是当前录制一下吗 POUCH啊 使用Touch来 我明白这个同学的意思啊 待会给你示范一下 Touch啊 来 同时 创建 多个文件啊 也是可以的 使用Touch同时来创建多个文件啊 这也是可以的啊 好 这是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呢 这时候呢 我们再加个路径吧 来使用TOUCH Touch呢 在 来 在哪个目录呢 我们在这个 我们在这个 Ninux123用户的加目录中啊 来 创建 文件 Ninux 点 TXP啊 来 创建这个文件 要去 Ninux123用户加目录啊 就上键 那么当前是自己的加目录啊 这个目录不要搞错了 TOUCH 路径的找法呢 两个都可以 相对和 绝对 但是前期 我相信大家应该比较喜欢用这个 绝对路径 因为不容易错啊 要是相对路径就容易错了 绝对的话呢 也就是 Home下面的 Ninux123 然后呢 TOUCH Touch 不是Touch啊 应该是 Ninux.txt 哎 走 哎 成了啊 那么成了之后呢 可以验证一下 验证一下啊 PWD 不是PWD 应该是LS 然后将路径 Home 后面的 Ninux123 有吧 也就是它啊 来创建成功 可以啊 这个地方是创建OK的 嗯 行 啊 那这个路径的话 可以是相对啊 可以是绝对 用哪一个呢 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说我要换做相对路径的话 那么这个命令呢 就得改一下了啊 TOUCH 我们当前是root用户的加目录 root root 在这儿 哎 root在这里面 它要先往 先往根目录走 就是往上走嘛 那往上走的话 那就是 点点杠 到根目录了 根目录上面有一个 Home上面的 有个 Ninux123 是吧 然后再写一个 哎 Ninux123 PXT 是不是和刚才 有点像啊 但是前面多了一个 点点杠嘛 是吧 哎 所以两个路径呢 任选就行了 如果拿不准 那么建议大家用 绝对路径 这个肯定不会错的 行 哎 那么接下来呢 来验证 刚才有同学提的这个问题 那同学提了什么问题呢 他说 如果我要把这个文件的路径 写成了一个不存在的目录 能创建吗 嗯 那就想多了啊 踏起来试一下 来 Home上面的 Ninux123 有这个用户吗 没有吧 好 我要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 Ninux4.txt 哎 怎么可能给你创建啊 连目录都没有 他怎么给你创建这个文件呢 啊 所以这个呢 就 哎 他和这个 和这个MacDR又不一样了啊 因为他是创建文件 这个是文件夹啊 他不能说顺带给你创建好 行 那么踏下的话 就记住 这个语法就可以了 这个路径呢 后面呢 你可以跟很多路径啊 也可以的 跟一个路径啊 哎 跟很多路径的话 就创建多个 跟一个呢 就创建一个 然后这个路径呢 可以相对 可以绝对啊 都可以啊 那么这个呢 是第五个命令 Touch指令啊 用来创建文件用的啊 用来创建文件用的 行 那么再看一下 后面的啊 CP啊 第六个 CP指令 那么CP指令呢 先来看这个指令的含义 CP CP呢 它的全称 很好理解 C-O-P-Y C-O-P-Y Copy Copy叫 复制嘛 哎 也我们Windows上 经常见到那个 Ctrl加C 那个C就是 Copy的这个C啊 也就是复制的意思啊 所以它的这个作用啊 作用 就是复制 文件 那能不能复制文件甲呀 文件甲能复制吧 所以能复制 或者说复制文件 或者复制文件甲 到指定的位置 那指定的位置 那语法格式 语法格式 紧号开始 CP 你要复制 是不是得告诉大家 你要复制哪一个呀 所以呢 被复制的文档 我们说文档吧 的一个路径 又可以是路径了 然后 空格 你不能只告诉他 你要复制哪一个呀 我们在Windows上 你复制的时候 是不是按住空中锡之后 还要按空中加V啊 对吧 要粘贴到什么位置啊 所以这地方呢 还有一个文档 哎 复制到的位置 啊 或者说文档 复制到的路径啊 加个被吧 啊 被复制到 或者说被保存的路径 都可以 那么这地方呢 就是要写路径了啊 写路径了 当然写 你直接写名字行不行呢 也可以啊 所以这个路径的话 它已经包含了名字了 好 这是 这个语法格式 啊 CP 行 那我们来试一下吧 啊 一直说文档文档 包含了文件和文件夹 那么先第一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呢 就是我们要使用 CP命令 啊 CP命令 来干嘛呢 来复制一个文件 啊 复制一个文件 来看看能不能复制成功啊 先打开我们的终端 终端在根部录下打开 复制哪一个呢 我先进入我的 加目录 加目录下 找一下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Ninux12这两个文件的 嗯 那 另外一个 这里面 有没有一和二 没有啊 行 那没有的话 那我现在这么来 我就把这个 Ninux1 给它复制到 这里面去 那这样的话 按照要求这个命令 应该是CP 加上需要复制的 需要写就是 Ninux1 啊 Ninux Ninux1 Ninux1 DR TXT 那前面的话 我能不能这么写呢 能不能这么写 可以吗 是吧 因为这也是路径 是吧 这是不是也是路径呢 所以是一样的 都可以 就看你这个需求了 如果不是在当前目录 那你就写路径 如果在当前目录 可以直接写名字 行 然后后面 是不是要写目标了呀 目标的话 那这个时候目标 在不在当前目录 不在 所以是不是要写路径呢 哎 我还 你这个抢得到挺快的啊 就想写直的路径 行 那就写直的路径啊 造谁呀 造号码下面是 Ninux1 123是吧 然后 有个问题来了 咱那个复制的话 Windows下啊 看Windows 复制粘贴的时候 文件名变不变 不变 不变是吧 那Windows下能变吗 你怎么变呢 那已经超出复制的范围了 已经超出复制的范围了啊 咱复制是 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为止 就已经停止了 示范一下 我把这个文件 控制了一下啊 然后 打开它 行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粘贴啊 是不是复制已经完成了 有东西说完成之后再改名 那就不叫复制了 那叫从明明了 所以这个Windows下复制的过程中 能不能改名 是不是不能啊 是不能的啊 是不能的 但是注意Ninux下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啊 也就是这个地方呢 我在写名字的时候呢 就不一定非得写Ninux1.tk.t了 但是一般我们这么做 是不是这么做呢 一般不这么做 一般不这么做啊 就是你被复制的文件 在复制之后 名字尽量保证不要变 除非你有特殊需求 如果没有特殊需求 尽量不要变啊 所以这地方的话 我们名字还叫 Ninux1.tk.t 如果你没有特别的需求 这个名字最好不要变 因为变了之后 你就不一定认识它了 行 然后呢 咱按一下这个回车 那并且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这边呢 是有几个呀 九个是吧 行 那么按理说 我复制过来之后 是不是应该变成十个了 好走 诶 这东西变了吧 十个 过来了吧 过来了 行 那么另外的话 咱来验证一下 刚才我说到这个名字 看能不能改的问题 那我现在后面加个零 是不是名字改了呀 好 就多了一个了吧 所以它和我们的Windows 有点不一样 Windows在复制过程中 不能改名 但是Ninux 你复制之后 可以改名的 这就是一个差异 行 那么这个操作呢 复制完成之后 我们这地方呢 已经的确出来了 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打印一下 LS Home下面的 Minux123 行 那么执行操作 是可以的 就是这两关键 OK 好 那这边呢 标注一下 注意 那么Ninux呢 在复制 复制过程中 是可以呢 重新对 新位置 新位置的文件 来进行 重命名的 但是如果不是必须 不是必须的需要的话 则建议保持前后名称一致 如果没有这个特别需要 那就不用动它了 动它之后呢 反而不大好 这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刚才呢 我们复制的是一个文件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来复制这个文件夹 使用CP命令 来复制一个文件夹 来复制个文件夹 那么为了保证 我们这个复制有意义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当前有没有文件夹 应该有一个运维和宁位X 是吧 但是这个运维和宁位X 里面有东西吗 没有东西是吧 那为了有意义 我往里面放点东西 比如说 我通过刚随的CP命令 我要把这个 Ninux的 121.txt 给它拿哪去呢 拿到我们当前 运维和宁位X 下面的 Ninux的1.txt 行 那么这样的话 我这里面是不是已经就 有东西了 是吧 有一个A 还有一个 Ninux1.txt 是吧 那这个操作 只是我们把刚才的CP 再回顾一下 那么接下来 我开始复制了 我要把这个运维和宁位X 看到各大去 我们这里面 这里面没有 刚好没有 那很好 没有 先我要把它带走了 运维很牛X 我要把它带到 Home下面的 Home下面的 Ninux123 那文件夹 也是一样的 文件夹也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 咱建议保证这个名字 前后一致 不要改 不要改 它和文件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拿过来之后 还是运维很牛X 对吧 好了 按一下回车 注意 过来了吗 没有吧 没有说明成功了吗 没成功 那为什么 没过来呢 那这个地方 他说略过了 略过了 略过了 所以这地方 需要注意一下 当我们使用CP命令 进行文件夹复制的时候 当使用CP命令 来进行文件夹复制操作的时候 需要添加选项 哪个选项呢 选项叫-r 添加这个选项 -r 否则 目录 也就是文件夹 将被忽略 就是不复制了 就会有这么一个效果 你会发现 它并没有过来 它并没有过来 现在呢 加个-r 看看呢 什么效果 那待会再来解释一下 这个-r什么意思 -r加进了 加进来之后呢 走 是不是就过来了 这里面有东西吧 行 行 那这时候呢 这个-r就必须要加了 不加还真不行 必须要加了 好了 那么这时候再来说一下 这个-r什么意思 -r呢 在这里面呢 表示的是 就是刚才大家说的 地规了 表示 地规复制 什么叫地规复制 这个地规呢 也很好理解 我们这个运维和牛X里面 是不是本身就有文件和文件夹呀 那么复制过来的话 你能不能说 只是把这个文件夹拿过来 我不把里面东西打过来 能不能 不能 那如果说你只拿这个空文件夹过来的话 那里面的文件没有了 那你这个复制有意义吗 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CP在复制的时候呢 它需要把里面的东西都得拿过来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运维和牛X里面呢 它不仅仅就是这一个文件和这个文件夹 那这个文件夹里面是不是还有啊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啊 这么多层的 那么这种呢 很多层次的东西 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称之为叫低规 也可以称之为叫循环吧 就是说把文件夹里面的文件和文件夹都拿过来 那么文件夹里面的东西可能又有 不断不断的往里面去 直到最后里面全是文件 或者说为空的时候就停了 这种形式呢 就称之为叫低规 这个才是低规啊 刚才那个杠P不是表示低规啊 但是你非得理解成低规呢 也可以 但是不建议 因为不大准确 杠R表示低规啊 因为杠R那个单词 它就是低规的意思啊 但是刚才那个单词比较长啊 不大好拼 所以这一句呢 千万不要忘了啊 它所表达的含义啊 一定要加上这个杠R 杠R呢是表示低规的意思啊 所以杠P的CP的时候 这个杠R必须要加 不加呢就不行了 文件和文件夹是不一样的啊 复制文件的时候要低规吗 不需要了 因为文件不能再包含文件和文件夹了 但是文件夹可以包含文件夹和文件 所以文件夹的时候呢 需要去加这个杠R 这个杠R呢 咱不仅仅是现在减一次 后面还有其他命令的时候 也有杠R 杠R都表示低规啊 都表示低规 在这个命令里面啊 那么低规之后啊 才能够正常的去 进行文件夹的复制 那还有一句话 就是这个从命名呢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们一般呢 也是不建议去做啊 也是不建议去做